人工智能 然后机器学习开始繁荣起来 而机器学习则是实现人工智能的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机 那典型的像机器学习的应用 在这张图里面就是一个垃圾邮件分类的 就判断发来的邮件是不是垃圾邮件 而这个基本上就是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实现的 而最近也就是说到2010年代以后 而深度学习得到了极大的一个发展 这也把人工智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深度学习其实就是深层次的神经网络 是机器学习的一种实现方法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机 那么最常见的就像图片分类这些 而这些我们后面会细讲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机器学习具体的一些情况 机器学习呢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 它是实现人工智能的一种核心技术 即使以机器学习为手段去解决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 而机器学习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可以通过一些让计算机可以自动学习的算法 并从数据中去分析得到规律 然后呢利用了这种规律啊 对新的样本进行预测 而机器学习呢如果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描述 可能可以描述成这个样子 就对于某种任务T和性能度量P 如果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在T上 以P衡量的性能随着经验异而自我完善 那么我们就称这个计算机程序可以从经验异中学习 而这个形式化描述是不是非常拗口 但是呢其实它的含义呢还是就是说比较容易去识别的 那我们后面呢会以一个类比的方法啊 来具体讲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人类它是怎么样子去学习的 我们可以想象中就是一个小孩啊 他刚刚弯弯坠地以后 那我们其实就要不停地在教他 他其实在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同时 就是他在学习的这个同时 那么呢就是说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刺激跟反馈 其实都是给他经验 然后呢他慢慢慢慢地呢会依据他自己的感受啊 对这个世界呢做一个描述 总结出一系列的一个规律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一个妈妈然后呢对着自己的小宝宝说 宝宝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苹果 那么这个小朋友呢第一天可能对这个苹果就有点概念了 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 他妈妈妈又买了一个苹果 但是这个苹果呢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但仍然会告诉他 宝宝今天我又买了苹果 然后呢快过来吃苹果吧 那么这个小朋友呢对这个苹果又有了一点印象 当然了我们不可能每天买的苹果都长得一样的嘛是吧 好我们再看 好也许呢下一次买到的苹果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可能红苹果买多了以后换个口味啊 买个绿苹果 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 好来再后面呢可能啊 今天呢大丰收各种苹果都买了一个来 那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呢就随着他见到的这个苹果 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 会去判断啊什么样的东西是苹果啊 可能呢他的颜色会有不一样 外形的也会有区别 但是呢慢慢慢慢的 我们知道一个呃 只要是智力正常的小孩 他很快就能学会辨别啊什么样的东西是苹果 呃其实呢除了真正的这个苹果实物 然后呢如果是你给他一张画苹果的画 啊他看动画片的时候看到的苹果 他很快也会认识到 这一个画其实和他真正吃的那个苹果 是同样一个东西 当然如果画的更简单一点 哪怕是这种简笔画 哎他也会觉得 嗯这个画出来的应该是苹果啊 啊这样子呢就是说 他能够呢是什么呢 根据他所总结出来的这个规律 然后对于新的物品 他看见的啊 啊仍然会觉得哎这个是苹果啊 当然了如果我们拿香蕉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训练的话 嗯小朋友呢他也能很快的就识别出来啊 啊这个是香蕉啊 啊那个是苹果 这样子一来呢又不知不觉的就完成了一个人类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嗯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来给他一个新的以前没有见过的苹果 那么我相信他也能够就是根据他的经验 所掌握的规律啊 去预测说这个应该是苹果 那么同样的如果是拿一个香蕉给他 那他也会识别出来 这个是香蕉 好以上是人类的这个学习过程 那我想应该机器的学习过程 其实是和人类的学习过程 在某些程度上是相似的 因为我们说嘛人工智能 其实就是去模仿人的智能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对于机器学习 同样他其实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的是大量的历史数据去做训练 而这个历史数据呢 就像这边已经列出来了各种的苹果 各种的香蕉 它不光是有这个图片 苹果和香蕉这个原始的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呢 还要有一部分 你要告诉他 这个类别是苹果 这个类别是香蕉 也就是说什么呢 有训练的数据 同时要告诉他正确的 分类的一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么他就会形成一个模型 以后呢 有新的数据进来 就比如像这样 有个新的苹果的这个图片 作为数据输入 经过这个模型的计算 然后呢 他很快就能算出 这个是属于哪一个类别 可能这个就是属于苹果 那么换一个输入 像这样的香蕉 那么经过这个模型 他也能计算出来 这个呢 是香蕉 那么这个呢 是机器的过程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刚才讲的这个 人类学习的过程 跟机器学习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但是呢 机器 其实你不能光拿了三五张图片 就能够给他训练好 实际上啊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 前面讲过的那个 猜划小哥的训练数据 那么这里面呢 手绘的各种各样的苹果啊 非常多 可能呢 是要成千上万的数据 才能够把这个模型训练的 能真正起作用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人类学习 跟机器学习并排 做一个对比 那么人类呢 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经验 归纳出来 规律 然后呢 有新的这个问题来的时候 那么他其实脑子 其实就是有一个运作的过程 好像我们就说 看一眼就知道 那个结果是怎么样 实际上是经过人类的一个运算 然后得出来这个结论 而机器呢 是通过历史数据做训练 形成一个训练好的模型 这个时候呢 有新的数据输进来 会经过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计算 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他预测出来的 新的位置属性 好 这个呢 是人类学习和机器学习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 是人类学习的